于正对白露和赵丽颖的才华和灿烂的美貌赞不绝口 对他们表示深深的敬佩 在最近的一次温馨时刻中 知名导演和制片人于正通过社交媒体表达了 对两位行业明星赵丽颖和白露的深深敬佩 于正以其独到的眼光和对才华的识别与培养能力而闻名 他的公开支持引发了互联网的热议 不仅凸显了这两位女演员的才华与美貌 还凸显了他们各自独特的品质 被公认为在塑造演员事业轨迹方面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余政 称赞了赵丽颖的任性和坚持不懈的精神 作为杰出的85花一代女演员中的佼佼者 赵丽颖凭借一系列成功的电视剧不断证明自己的实力 她最近的作品奉归40歌不仅首播收视率飙升 成为首播卫视剧集收视冠军 还巩固了她作为收视率担当的地位 备受观众和评论家的喜爱 另一方面 白露以她天生的乐观态度和不知疲倦的职业道德 赢得了于正的赞赏和大量粉丝 以她直率的个性 爽朗的笑声和对生活的阳光态度而闻名 白露在娱乐界成为一股清流 她在各种热门电视剧中的表现不仅赢得了评论界的好评 还深的大众喜爱 赢得了白梦演女神的称号 于正坦率的帖子不仅仅是对这两位才华横溢的女演员的赞美 还引发了关于在娱乐界定义真正艺术性的品质的广泛讨论 粉丝和网民迅速echo了于正的情感 表达了对赵丽颖不屈不挠的决心和白露欢乐的韧性的钦佩 这种共同的情感凸显了对那些不仅在自己的工艺上出色 而且以其品格激励他人的艺术家的更广泛欣赏 此外 与正公开表达对赵丽颖和白露的赞赏 证明了娱乐行业最好的包容精神的一个证明 这凸显了对才华和美丽的欣赏并不是排他性的 而可以在多个值得的个体之间共享 她对关于自己偏好的询问的回应展示了一种成熟的观点 强调了当充满才华的人才齐聚一堂时 一个人的赞赏不需要局限于一个人 赵丽颖和白露之间的友情和相互尊重 进一步丰富了这一叙事 白露对赵丽颖的表演才华的公开赞赏 以及她对合作机会的渴望预示着该行业前景的光明 他们共同的风格 受欢迎程度 以及他们为工作带来的积极能量表明 他们未来的合作可能成为吸引观众的一个潜在强大组合 与正对赵丽颖和白露的真诚赞扬 不仅庆祝了他们个人的成就 而且照亮了推动娱乐行业向前发展的积极 努力的精神 随着行业的不断发展 这样的才华的涌现 得到了向于正这样的有远见的人的支持 预示着电影艺术的光明 而充满活力的未来 才华 决心和积极的态度将得倒映 有的认可和赞美 优雅登场 女仆如何成为美人心计的焦点 在戏装扮的世界中 华丽的不仅和复杂的情节 往往占据主导地位 但往往是角色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和想象力 在这些角色中 女仆通常扮演支持角色 成为主角故事的背景 然而 偶尔也会出现一位女仆 她的美貌和气质甚至超过了女主人公本身 美人心计就是这样一个例子 在这个迷人的叙事中 女仆以她经验的外表和卓越的气质夺得了风头 她的美丽不仅仅是肤浅的 而是从内心散发出来 用其不可抗拒的魅力吸引着观众 这位女仆的与众不同之处 不仅在于她的外貌 还在于她的气质 这一点甚至超过了女主角 在一个外表至上的世界里 她成为了一道优雅和风度的标志 在她出现在屏幕上时 轻而易举地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 在戏装扮的世界中 每一个细节都被精心制作 以唤起一种宏伟和优雅的感觉 女仆通常扮演着设置场景的关键角色 然而 在某些情况下 这些女仆不仅仅是背景角色 她们成为了故事的焦点 以其美丽和魅力迷住了观众 女仆和女主角之间的对比鲜明 而引人入胜 虽然女主角可能拥有财富和地位 但是女仆却以其自然的美丽和低调的优雅吸引人们的注意力 在一个外表至上的世界里 她成为了真实的象征 在她的自然魅力中迷住了观众 吸引人的不仅仅是她的外貌 更是她的态度和存在感 在一个女性角色经常被局限于刻板角色的流派中 美人心计中的女仆打破了人们的期望 成为了一个复杂而多维的角色 但是 是什么让这位女仆如此迷人呢 也许是她能够在最具挑战性的环境中 散发自信和优雅 或者也许是她轻易地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 以其磁性的存在感迷住了人们 不管原因是什么 有一点是清楚的 美人心计中的女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力量 她的美丽不仅仅是表面的特征 她是她内在力量和韧性的反应 在一个女性角色经常被局限于次要角色的流派中 她成为了一个真正令人难忘的典范 在戏装剧的世界里 每一个细节都被精心打造 以将观众带入过去的时代 而女仆的描绘往往作为一扇窗户 展示当时的社会动态和权力结构 然而 在美丽的秘密中 女仆超越了这些限制 成为一个在有等级制度和传统主导的 世界中的父权和代理的象征 通过她与其他角色的互动 特别是与主角的互动 女仆挑战了传统的美丽和地位观念 肯定了自己的身份和自主权 她的自信和自信 不仅仅是她外在美的反应 也是她内心的力量和韧性的表现 在一个女性角色经常被限制于被动角色的类型中 女仆在美丽的秘密中成为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离经叛道 她不满于简单的淡出背景 相反 她积极地塑造着叙事 并在故事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女仆角色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方面 是她在时代复杂的社会动态中以优雅和自信的方式航行 尽管她面临着重重障碍 但她仍然坚定地坚守自己的信念 拒绝被社会期望所束缚 随着剧情的展开 女仆不仅仅是一个仆人 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 在一个女性的声音经常被沉默的世界中的变革催化剂 她的存在提醒着我们 真正的力量不在于外在的表现或社会地位 而在于勇敢地站出来捍卫正义 最后美丽的秘密中的女仆 给观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挑战着她们重新思考 她们对美丽和力量的先入之间 通过她非凡的旅程 她证明了真正的美丽不是衣着 或我们扮演的角色所衡量的 而是由我们的品格和信念的力量所决定的 总而言之 美丽的秘密中的女仆是一个史诗般的人物 在一个经常被其局限性所定义的 世界中的父权和代理的标志 她的美丽 内在和外在的 都提醒着我们真正的力量来自内心 当面对勇气和信念时 没有什么难以克服 总之美人心计中的女仆 不仅仅是一个支持性角色 她是故事的核心和灵魂 凭借她惊人的美丽和卓越的气质 她迷住了观众 并在片尾字幕滚动后 留下了持久的印象 在一个充满华丽不景 和复杂情节的流派中 她以一种真实和优雅的方式闪耀着 提醒我们真正的美丽源于内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